唐大叔今天教你在家做出第一道的土豆鸡蛋沙拉 鸡蛋呢 煮熟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勺子啊 给它碾碎 然后你看啊 这个已经蒸好的土豆啊 碾成泥了 放入牛奶 然后再放入盐 放这细的黑胡椒粉啊 好了 我们搅到这种 哎 稀稠状啊 这种情况也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倒入这个鸡蛋里面 然后我们再把焯好的啊 胡萝卜丁放进来 青豌豆 熟的玉米粒 沙拉酱啊 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土豆鸡蛋沙拉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呢 请给唐大叔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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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